大家,有一位花友,关注我的花友打来电话问 他去花卉市场购买沙漠玫瑰 之前70块钱的,现在打折20块钱的一颗沙漠玫瑰 能不能购买,能是能购买 不过要看这个脊柱到底是怎么样了 如果出现了情况的话,不建议购买 第一种情况,如果发现这些叶变 有比较多出现花黄的这种不要购买了 因为这种很有可能已经得了病 得了病的话,不建议购买 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如果这些叶变没有花黄 是比较的油粒硬邦邦的 这种可以购买 第二个,我们可以用手轻轻捏一下一个茎干 如果茎干捏着比较软 一捏就捏进去的 这种不要购买 还有可能出现了烂根,根斧了 这种的话不要购买 一定要清楚 怎样去辨别一个好的沙漠玫瑰 还有一个呢,这是轻轻的晃动一下这个花盘 如果晃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话 这种也不要购买 晃动的幅度比较小的话呢 可以购买了 因为晃动的幅度大了 它的根,还有它的根细呢 还有可能也是腐烂了 腐烂了,它的晃动幅度是特别大的 这种的话建议不要购买 一旦购买了的话呢,可以处理 首先把顶部的这些芽给它修剪掉 完完全全的修剪掉 避免消耗养分 会影响整个脊柱消耗养分 不能够继续的生长 修剪掉之后呢,堵抹一些液合剂 过了三天,把它完完全全的脱盘处理 把一些腐烂掉的部分给它修剪掉 用到二枚林给它做一个浸泡的主理 晾上大概两天的时间 更换一些新的体调,重新栽种就可以了 因为二枚林可以防止一些根斧 还有一些枯萎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另外栽种下去之后呢 大概三天的时间可以兑水 这种二枚林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慢慢坚强地浇个透 避免再次出现一个根斧 因为二枚林可以防止根斧的作用 还有枯萎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一旦购买回去了 一定要齐齐搓处理就可以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在花卉市场购买沙漠玫瑰的时候呢 发现这三种情况 任何一种也不要购买了 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好了,这期视频就简单地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期再见